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介紹的角色是日版剛實裝的泳裝望 限定角色 中衛物理輔助兼輸出 1技能大幅提升我方全體物攻 並中幅度提升我方全體物防 魔防 持續12秒 2技能小幅度恢復我方全體TP 並中幅度提升我方全體物攻 持續12秒 EX技能是開戰時提升自身物攻 最後是UB 提升我方全體物攻擊時的暴擊傷害16% 並對眼前一名敵人造成特大物理傷害 泳裝望的技能循環蠻特別的 開場是1技普攻輪流放 沒有2技 要到第六個動作才會放第一次的補TP 進入循環之後則是7動會補三次的TP 這個補TP的頻率是非常頻繁的 作為對照 吉塔跟卯月是5動補一次 作業扶珠希則是9動補兩次 不過以上三位補一次的TP量都比泳裝望來的多一些就是了 泳裝望補一次的量是最少的 泳裝望的缺點是第一次補TP要等很久 差不多要開戰20秒才會補到第一次的TP 這導致了他只適合打90秒的長時間戰鬥 如果是什麼45秒以內的短時間戰鬥就不太適合了 在戰隊戰中 大概只有四五階段比較有用 一到三階段的短時間戰鬥就沒什麼用了 這位的技能看起來是純戰隊戰角色 競技場方面防禦加的很少 而且意義不明 不知道加這麼一點防禦要幹嘛 競技場我是不會想拿來用 而在戰隊戰方面 這個技能看起來還蠻適合打戰隊戰的 我是覺得在戰隊戰上場機會還蠻高的 接下來畫面上就開始放我這次做的測試 我拿去打日版目前的SP王MOD3來測試 這隻是單體王血量蠻多的 是目前比較適合測試的目標 我使用的隊伍是狗拳酒鬼泳裝望 作業服B以及拉比林斯達 然後我有把泳裝望換成作業服珠希 吉塔 卯月分別測了一次 花了我蠻多時間的 因為每隊打MOD3都會超過半血 所以測完一隊要測下一隊都要重新打一次MOD1跟MOD2 不過最後測出來的傷害 參考價值還是很有限 因為MOD3的機制 補師基本上要放酒鬼才能保住大家不死 但有打過酒鬼手動走的都知道 酒鬼每一次補TP 補到對的人跟不對的人 傷害可以差1-200萬 像是補到吉塔 吉塔UB發財20幾萬左右 而在這隊裡 補到狗拳他能打出一兩百萬的傷害 我是沒有每隊都在那邊優化測 手動走就太累了 就大致打一下 基本上不要有人死 TP不要補到吉塔我就給過 最後其他隊伍的結果我覺得就沒什麼參考價值了 所以我就不在影片中放出傷害截圖了 接下來講一下這四位競爭角色的比較 要身為一位好的補TP角色 首先有個站位問題 站位太前面的角色 有時候會妨礙到主坦去探望 像是課坦隊就不會想找吉塔跟作業服珠希 這兩位站位都在課總前面 以站位來說 身為中衛的卯月跟泳裝望是比較有優勢的 第二個是補TP的量跟頻率 前面我說過我分別用四個角色去測了一場M.3 雖然傷害沒什麼參考價值 不過要拿來看補TP的總量還是OK的 我算了一下這四位角色 整場戰鬥中補了幾次的TP跟總量 補最多TP的是泳裝望 補了9次TP 總量是828 這邊828是補一個角色的總量 然後是初始值 就是沒有包含角色的TP上升 單純就小望2技初始值 92乘以9這樣去算 第二位是作業服珠希 補了7次的TP 總量是784 第三位是卯月 補了6次TP 總量672 最後是吉塔 補了6次的TP 總量600 第三個要比較的點是輔助能力 泳裝望的1技2技都有加攻擊力 UB還有給爆擊傷害16% 雖然1技給的雙防很礙事 在一些戰鬥中會是Debuff 不過總而來說 泳裝望的輔助能力是這四位中最好的 第二個是卯月 1技補TP也會加攻 UB也會給物攻 這兩招有增益 在輔助能力排名是第二 第三個是作業服珠希 他只有2技補TP會幫大家加攻擊力 1技跟UB都是在打人 排最後的是吉塔 吉塔除了補TP之外 就完全沒有任何輔助能力 最後是單體輸出能力 這四位角色中 單體輸出最強的是作業服珠希跟吉塔 珠希1技是傷害技能 UB也是傷害技能 然後還會幫自己特大加物攻 所以珠希本身的單體輸出能力還行 打單體王大概有300萬上下的輸出 跟吉塔差不多 然後三四名是泳裝望跟卯月 泳裝望雖然1技2技都是輔助技能 沒有輸出 但UB傷害超痛 泳裝望光靠著UB傷害 就可以打出單體約200萬的總傷害了 而卯月傷害都是範圍傷害 在打多目標王的時候可以打出很漂亮的傷害 但打單體王的傷害就不太行了 差不多只有200萬上下 以上四項比較完畢後 泳裝望在輔助 補TP量跟站位部分都是比較佔優的 唯一弱項是自己的輸出能力稍微遜色一點 在泳裝望登場前 作業服珠希在戰隊戰的表現非常不錯 有不少的上場機會 是補TP角色中最受歡迎的 但在泳裝望登場之後 我是認為蠻有可能會影響到作業服珠希的上場機會 泳裝望的技能看起來還蠻有競爭力的 我是還蠻看好她未來在戰隊戰四五階段的表現 OK 好話說完了 接下來開始罵人 我很討厭泳裝望的技能設計 說的就是這個1技的雙防 這個雙防在戰隊戰就是雙面刃 有些王可能會需要這個雙防 角色才能活滿一分半不死 在這種情況下 雙防就很棒 但如果是在沒有生存壓力的情況下 這個雙防就是負面狀態 非常的廢 不如不要點 就卡爆卡在一等 這時有人可能會說 可是1技有給全體物攻啊 是沒錯啦 是會給全體2500左右的物攻 問題是角色拿了這個防禦 導致少打了一兩發UB 以狗拳來說 一發UB基本上就是一百萬起跳 一百萬欸 你2500物攻賠得起嗎? 那我說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那個雙防真的差很多 泳裝望我是開直播抽的 抽完直接測 一開始我是不想點1技的 我覺得1技大部分情況下就沒什麼鳥用 就算後來發現比較好用 再去升也不遲 所以我剛拿到去MOD3測試的時候是沒有點的 後來因為小望一直倒 我跑去讓小望多穿幾件裝備並且強化 但因為我在看聊天室 分心了 一不小心就按下一鍵全升 把1技給升滿了 然後我回去MOD3繼續測試 結果用起來馬上能明顯感受到差很多 現在畫面上這張圖在1分17秒的時候 狗拳TP沒滿 這邊是我把1技點滿之後 而在我點1技之前 這邊的TP是會滿的 可以直接放UB 點滿1技之後變成要多一個動作才能放UB 角色行動一次會獲得90TP 而狗拳TP上升是57點 也就是狗拳行動一次可以獲得141點的TP 也就是說 因為我把1技點滿了 所以開場才沒有幾秒鐘 我的狗拳就損失了141點的TP 非常的無言 這樣說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實際感受到 這個1技是有多可怕的負面狀態呢? 最可怕的是 這個1技給了雙防 那就很有可能會出現 打A王需要不點1技的泳裝望才能打 打B王則需要點滿1技的泳裝望才能打 因為泳裝望可能會有兩種型態 一種是不點1技的 一種是點滿的 這個會導致玩家即使抽了泳裝望 但還是有些使用了泳裝望的高傷害手動刀打不了就蠢 這點各位在打新黑刀 五個角色都有 卻因為角色練度對不上而打不了的時候應該都有體驗過 CY為了解決這個卡爆RANK的問題 推出了RANK BONUS系統來改善 結果現在又出泳裝望這種技能 是想幹嘛咧 到底是誰設計這個技能的 最後做個結論 泳裝望是個純戰隊戰角色 推圖跟競技場沒什麼用 還沒滿等的玩家跟競技場玩家不太建議抽 而對於戰隊戰玩家來說 技能看起來還蠻強的 應該會有上場機會 戰隊戰玩家建議要抽 不過最後表現如何 還是以月底戰隊戰實戰為準 現在說再多也只是雲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